这两款香水 好评 然后是那种很果冻 朵粉的那种感觉 变色龙闪片眼影蜜 非常的好看 是橘朵的液体闪片眼影 它的头是像砍刀一样的 这个蛮滑滑的 哦 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开欢回来 今天是想给大家录我的双11黑舞购物分享的第一弹 我本来没想说今天录视频的 因为我今天约了一个跳舞课嘛 然后跟我朋友一起 我跟他约着体验到市中心 先吃点东西 然后我们一起去上课 结果被他给割了 然后我现在还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我就想说先给大家拍一波双11黑舞的购物分享 当然今天基本上都是美妆类的 如果你是想看时尚类的 或者是搭配类的 大家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黑舞应该买了不少东西 然后因为澳洲的快递比较慢嘛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讲我收到的一些东西 今天主要呢是想给大家分享 我买到的两瓶新的香水 那主角呢其实是这个 我在Pay My Grass上家黑舞折扣抢到的一些东西 里面大部分都是新品 这次我不打算单领出Pay My Grass的review视频了 我就想说在今天的跟我分享里面 给大家好好的来做个试色啊 看看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好重 上一波海韵的时候 其实也到了个别的国货彩妆 都是那种bling bling 或者是变色龙的眼影蜜 超级好看 那我们先从香水说起好不好 今天视频应该不会到特别的长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蛮精彩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很好奇 Pay My Grass的新品吧 好好好 又开始飞滑了 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两款香水 是Koei Chloe他们家的 这两款应该算是沙龙香吧 虽然我是近期买到的 但其实它是不参与折扣的 再来这款北国雪松 我想买很久了 但是澳洲这边好像不是很好买 我就在英国海淘过来的 光邮寄就邮寄了大半个月吧 然后我买的另一款呢 叫木兰诗语 那给你们看它里面的瓶子 超级的好看 它的整个瓶身盖子 都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这两个都是50毫升的 因为太大了我也喷不完 那北国雪松这瓶呢 算是一个中性香 我看它标出来的是辛辣木质调 如果你喜欢中性调的话 大家可以去试试 下一瓶呢是木兰诗语 它是更偏一个花香调的感觉 我既然没有喷香水 今天先喷这个吧 真的挺好闻的 感觉是一个非常耐闻的味道 算是有一点清新 然后胭脂味呢没有那么重 这两款香水好评 哦分享派之前呢 给大家再分享一个这个口红 是chanel的 之前我跟我朋友打赌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共同的好友怀孕了嘛 我猜它是怀的男孩 然后我朋友猜它怀的是女孩 我们俩就打赌 谁赢了的话 对方就给猜对了的人 买一只chanel的口红 结果最后我们的朋友呢 生的是一个小女孩 然后我就带着朋友去 chanel挑口红 他自己也是 不知道买什么颜色 然后试来试去呢 本来是想给他买最新款的 那个就烟管的那种极细的 但是他发现那个系列 好像澳洲柜台有的 都不是很好看 最后我们就挑了这个 黑银管的 咱就是说给他买的时候呢 我顺便给自己也买了一只 这个4号是116 然后是那种很果冻 裸粉的那种感觉 反正这总体就是包装啊 颜色我都蛮喜欢的 嫩嫩的 平时当润唇膏也不错 有些人说 它可能有拔干的问题 但是我好像没有觉得它拔干 蛮滋润的 然后它非常非常的容易掉 所以你就拿着它呢 就要不停的去补 我买它那天呢 晚上出去吃饭 我就涂它 然后就一直在补 一直在补 这没办法是滋润型唇膏的通病吧 但这颜色我很喜欢 诶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小东西 我在SHIN上面买的 如果你是国内的小伙伴 可能不知道SHIN是什么 SHIN算是海外版的淘宝吧 然后上面东西非常便宜 有各种各样的 然后他们SHIN呢 也出自己系列的彩妆 我这次是买了一个 这边是唇线笔 这边是唇膏 买了一个深色好的 专门用来勾勒嘴型 但是我先这样看啊 我感觉我买的颜色有点深 那唇膏这面呢 是长这样的 唇线笔这面呢 也是差不多的颜色 好像也还好 用它勾勒嘴型 质感非常的丝滑 我到时候试试看 好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在PAT家我都买了什么呢 这个今年的限量大盘 腮红高光盘 四色眼影盘 三颗双色腮红 两根唇线笔 迷你版的滋润型口红 还有两盒他们家新出的 这个五色还是六色的眼影 那我们先拆这个大盘 每年的这个大盘我都有买 这个粉色呢 是前年买的 这个大红色呢 是去年买的 然后这次他们家出的 也是这种比较偏粉调一点的 但说实话 他家这个大盘 虽然我年年买 但其实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我直接打开 给你们看一下 它里面的配色 那上面是带镜子的哦 然后这是它里面的配色 是不是 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 非常非常的乍眼 然后上面这个绿色 其实是整个盘里 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但不知道粉质怎么样 我直接做手臂试色 给你们看看啊 那这大盘一共是有18色 我觉得还蛮有节日的感觉的吧 它里面的珠光色 其实也蛮美的 相比之前两盘的话 我觉得它的配色 是还蛮有新意的 像这个绿色啊 紫色 蓝色 粉色 还有这边的这个蓝色 其实我觉得用它来做眼线色 应该也蛮有意思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盘眼影吧 是他们家新出的 它里面的包装也是这样 一个比较偏裸色 一个比较偏粉色 先说这盘Nudalore 它里面的配色是这样 还蛮好看的 它的这个珠光色 其实还蛮闪的耶 这盘总体我觉得蛮实用的 但是如果它能再多一个浅色就好了 就是比这颗呢再浅一点 我可以用来提亮眼头什么的 那我就可以完成一整个眼妆 对我来说啊 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浅色 去提亮眼头 所以说不能完成一整个眼妆 但整体它的粉质啊 配色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它上面是带个小镜子的 哦 它的粉盘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它里面有棕色 我觉得感觉这盘 有点偏冷色调的感觉 它也是珠光色比较闪的 问题就是这几颗颜色太相近了 如果其中一颗珠光色 能做的色接再大一点 我觉得就比较好 但是这两盘小的 其实粉质都还不错 如果你对它的配色感兴趣 我觉得是可以入的 尤其是可以称黑五入 下一个是这个 腮红高光盘 这个应该不算新品了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新的 我买的是Nude Venice这盘 然后打开给你们看 它这边呢也是带个镜子的 我还没撕膜 它是四颗腮红加一颗高光 这个我已经有试过了 它加的这个腮红粉质非常非常好 高光其实也蛮好看的 是那种香槟粉的高光色 这四颗腮红我觉得配色非常实用 它有比较粉淡的颜色 也比较偏裸色 然后比较偏干燥玫瑰色 还有一个比较适合秋冬的这种 棕红色 而且粉质又不错 这盘我是非常非常推荐 它高光也超级的好看 是波光灵灵的那种 我可以在我的鼻头再点一点 你看 真的很好看 没有看到它盘里的这个压纹吗 跟它们家单色腮红的压纹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综合盘 其实肯定是比你买那种单颗腮红要划算吧 接下来这个盘子呢 是四色眼影 是它们家满400刀送的吧 本来就是之前想花钱去买的 刚好这次它送我就觉得太棒了 它里面的包装呢 依旧是这种钢琴烤漆的 然后给你们看 这是它里面的四个颜色 这四个颜色呢 都非常非常的傻 尤其是这个粉色和这个金色 我能做手臂四色给你们看 是不是超级的好看 唯独就是这一个四色盘呢 肯定无法完成一个独立的眼妆 但是这种bling bling的盘子 谁能抵抗得了啊 接下来就是这三盘双色腮红 它这个包装是这样打开的 还蛮酷的 然后它里面依旧是这种 比较有质感的包装 但其实重量不重啦 蛮轻的 它是一个蜜桃橘粉配个这种香槟粉籽的感觉 它们混合在一起 涂也蛮好看的 下一盘呢 是这种裸粉加蜜桃粉 粉质摸上去非常的不错 最后一盘呢 是一个这种芭比粉 配玫瑰粉的感觉 那这三颗腮红 其实我都蛮满意的 因为粉质都不错 然后颜色呢 我觉得上脸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是这个 双色mini口红 是他们家那种有色润唇膏的感觉 但好像听说显色度还不错啊 我来把它撕开试试 这怎么怎么撕啊 哇 它里面的包装好可爱 小小的 管壁上还带一个嘴巴 这种唇 很漂亮的嘴巴 哦 它打开以后呢 是这样往上压的 好像小时候在学校门口买的那种唇膏的感觉 先试这颗颜色比较深一点的 哇哦 好粉呢 饱和度也蛮高的 很润很润的一个质地 这个颜色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亮一点 下一颗呢 就是比较偏裸粉的感觉 那这个颜色呢 就是比较偏日常挂一点的 也是很滋润的感觉 我嘴巴点刚刚可以叠加一点 挺滋润的感觉 接下来是两支唇线笔 这两支唇线笔呢 我买的都是那种比较偏肉色 然后深一点的那种 还是一样的用来勾勒我的唇形 然后它这个盒子打开呢 它除了配一根唇线笔以外呢 这样子嘛 然后它还会再送一个这个转笔刀 紫色的这一盒色号呢 是320 Structure 粉色是303 Buff 我本来是只想买Structure这个颜色 但是后来在红鼠上看到有一个女孩说 她是学美术的 她自己觉得 Nuff这个颜色给亚洲人勾勒唇形呢 会更自然 所以我就想说两个都买吧 不要犹豫 反正再打折 那Structure是一个这种 比较偏裸一点的棕色 它跟Shin的唇线笔笔呢 是更偏浅一丢丢 然后更偏橘一丢丢的 Buff呢 是更偏粉一点的 这个我到时候妆容视频里 跟大家一起试吧 今天实在是 因为我要去跳舞 我就不卸妆了 那Ped这盒呢 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再跟大家分享几支 Bling Bling和渐变的那种 闪片眼影蜜 淘宝到的这袋里呢 我又回购了两个 这个素枝燃的双眼皮TAS号 非常好用 一直在不断的回购 那我先给大家分享这四支柚子小溪的变色龙闪片眼影蜜 非常的好看 这四支颜色呢 分别是01号色 甜桃气泡影 颜色非常好看 接下来这一支呢是02号冰翠薄荷茶 它里面是有那种绿色金色红色的天光 接下来一支呢是03号海盐翠翠冰 它是一个比较偏金色一点的 但还有一点偏红 最后一颗呢是04号粉提茉莉洞 它是一个比较偏就是最经典的这种变色龙的颜色啊 就是紫色绿色和红色 怎么样这四颗是不是都非常的傻 反正这四个我觉得是买的蛮便宜的吧应该 然后它的这个包装我也蛮喜欢的 它这个上妆头呢也是非常非常细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用它来画眼头啊 或者是要把它点在那里用手指拍开 都是非常OK的 我就可以点一点在眼头 然后给它拍拍 接下来这四个呢是橘朵的液体闪片眼影 它不是偏光啊 就是闪片的那种感觉 试色前呢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包装 它的这个头呢也是非常细的 那我先给你们看K01这个颜色 它这个闪片的致地呢有一点像Stella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纯的那种银的细闪 非常适合拍开做一个眼影的topper这种感觉 接下来这支呢是K02 是非常细碎的这种 里面有紫色粉色金色的这种 bling bling 这个很好看啊 很仙女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是03号 这颗呢就非常有3CE一滴类的那个感觉 就是大大小小的闪都有 分别是那种蓝色绿色白色的最闪 这就平价版的一滴类 最后一支11号 11号呢也是那种小细闪哦 是比较偏紫调的 上脸应该非常非常显白 粉紫白色的那种小细闪 这几颗闪真的都非常好看 每次开箱国货的时候总要说一句国货 YYDS呀 价格实惠东西漂亮 然后这里还有三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让我来看看哈 巴洛莉亚的双头眉笔就不用说了 老跟大家推荐 我现在已经开了六支正在轮流使用 菊朵的水眉笔 我买的是04号 让我来看看啊 我最近买到的水眉笔 说实话我都不是很满意 它里面的包装呢是这个样子 让我打开了 哦 它的头是像砍刀一样的 这个蛮好画的 哎这个第一印象感觉还不错 我倒是试试看 下一个也是菊朵的防水眼线胶笔 买的也是四号色 这就不说了啊 我现在开的眼线笔也非常的多 OK那双十一黑五的购物分享 第一波就先到这边吧 然后剩下的还在路上 到时候再给大家分享 我想了想时尚类的单品 好像我就买了一些小裙子 都是那种比较性感的小裙子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们下一支视频就是 开箱完彩妆护物品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试试那些小裙子 那条小裙子真的都是蛮SAO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大家说的我也是口干舌嚼的 喝凉口水 然后整理整理我就要去跳舞了 非常感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记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在这边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哦 记得点赞订阅 这样才能更方便的看到 我下一期的双十一黑五购物分享 拜拜 拜拜